订了几年, 终于收到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一把就是一个 外面是Spluce 内面是Cida的Double Top Guitar 背质版这一把就叫做墨西哥玫瑰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有些人問我跟外國的製琴家訂琴的流程到底是怎樣的呢? 我想我大約訂了兩三百萬結他 我可以將我的經驗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你要找到製琴家的聯絡方法 然後就給他信息 通常他會報一個大約的價錢給你 然後你還需要付訂金 訂金就由不用錢到1500美金都很普遍 有部份製琴師甚至會收三成訂金 通常一般的交貨期 我想就由一年到三年都很普遍 我還在訂兩支琴 一支是Hermann Halser 是7年後交貨 另一支是德國的Muller 是11年後才交貨 好像這些交貨期那麼長的結他 他就不會收你訂金 在訂的外國琴的時候 你要小心回律的問題 就像我這次訂的兩支德國結他一樣 今年年初的歐羅匯率 對港幣就好像是8.2 到我找到尾數的時候 那個匯率就是9.2 所以如果你的預算不充足的話 只在這裡差價每一把就有差勞逼近萬多港幣 我會建議大部份的結他愛好者 如果你真的想買漂亮的結他 你未必要跟製琴師直接買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沒得試 沒得試的話 你不知道那支琴的聲音和手感 到底你喜不喜歡 因為就算跟製琴家 做出來的每一把琴其實都有點不一樣 最好如果你可以去到一些高檔的結他店 你試完再買 可能會比較安心 通常買現成的結他會貴 你跟製琴師直接買 但是我會告訴你 多出來的那部份錢是絕對值得的 就好像我有時候在外國訂一些結他回來 原來指板上面的flat有一點不平均 如果你在琴行買 你可以試清楚才決定買 甚至是那把琴訂到回來才發現 你不太喜歡它的聲音 或者手感你根本拿上手很不舒服 除非你好像我這樣 不喜歡就掛在這裡做裝飾品 不然我個人建議你 如果你想買貴結他的話 你最好就是去琴行試 因為我想一般人一生 可能買一支貴結他已經很盡 所以你為了一支貴琴 假設你買六七萬的結他 你去琴行買 可能會再貴兩三萬 但是我會告訴你 那兩三萬是貴得非常值得的 首先琴行要先幫你付訂金 然後再等兩三年才交貨 然後收到琴回來 還要檢查一下有沒有問題 然後才讓你試 那你試齊了這麼多東西 你才決定買 那別人賺你的兩三萬元 其實是超值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買貴的結他 我一般建議 最好不要直接跟國際琴司訂 你去一個有得買的地方 試清楚 然後才買 這樣你的錢會使得更安心的 這樣日常要搶劫 這就是廊金 你 我可以拍照 你 我可以拍照 你 你 我會拍照 你 我可以拍照 你 你 你 我可以拍照